現在美中貿易戰是再度升溫了 我們也要請朱老師帶我們看 美國總統拜登 他這一次他就是痛批中國作弊 所以他針對總共有七大的關鍵產業 他要提高或者是開始去開振關稅 他覺得很意外的是在電動車這一塊 就是中國大陸比較引以為傲 他竟然把他的稅率 直接提升到百分之百 沒有錯 我們看到這一次拜登 終於傳言已久 要對中國大幅加稅的事情 真的正式宣布了 所以你看他要告訴你說 哎呀 這中國投入了那麼多資金 就是我補貼我的企業 所以這不是競爭 而是作弊 然後說不要讓中國淹沒 我們的市場 聽起來絕對都是對的 好 那電動車 哇 好可怕 二十五趴的稅變成一百趴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一台車原本是三萬美金 你看他現在變六萬美金了 真的是很可怕 那再來還有半導體 電池 太陽冷等等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去唸 怎麼看起來說真的 川普拜登這麼做是對的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 我們就針對這句話 不要讓中國淹沒我們的市場 大家當然第一個想到的電動車 可是問題是 現在到底多少中國電動車到了美國去 因為你會這麼講 好像已經影響到我的市場了嗎 感覺上是不是他們的電動車 已經在美國賣得很好 我們在國際上我去科所謂的反傾銷稅 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 你已經影響到我的市場了 我才要對你科稅 問題是今年第一季 中國電動車進口到美國的數量 不到兩千輛 很少 對 如果用市佔率來算的話 連零點五趴都不到 請問跟這句話 那為什麼拜登會這樣說 還不是這樣子 來 那下面我們先不說 來 還有一個大家矚目到是鋼鐵 因為就在不久前 你看到拜登到了賓州 因為賓州是美國的鋼鐵重鎮 所以就跟 當時就跟那個鋼鐵工人 就說哎呀 中國傾銷到導致 導致我們的鋼鐵市場 怎樣怎樣 講了一大堆 對 好 那我就去查了一個數字 剛剛我們說的電動車 對 去年全年中國的鋼鐵出口 到美國是五十九點八萬噸 提數字大家五感 美國一年的鋼鐵需求 是一點三億噸 換算起來一樣零點五看不到 所以影響都不大 對啊 那你講的好像你已經 傾銷影響到我的市場 所以他這是政治語言 有什麼其他考量 所以我們先看到這個部分 來 為什麼拜登得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被人家罵翻了 而且他的民調真的就是拉不起來 什麼事情 大家都說你的經濟做得太爛了 你看喔 認為你的經濟處理方式 到底對不對 好 不贊成的 當然是比較多數 來 你的戰車對經濟是有害還是有幫助 有害 好 然後再來物價上漲 是目前最大的問題 所以總歸起來大家都在罵說 你的問題真的很大 都是你的錯 川普說 如果我當總統 我就要對中國加稅加稅 尤其是電動車 你看到原本拜登沒有要加這麼多 結果因為川普先說 如果我當總統 我要加稅到100% 你還沒有當總統 我先加 那他當然不能輸他 對 輸人沒有輸丁 所以拜登就說 不要等你當總統 我現在就是總統 我先加100% 所以你看到 川普一看到就說 你100%對不對 我200% 這是蔡奇亞在化學上 你在什麼博弈 所以這擺明就告訴你 這個事情跟經濟 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大家已經淪為 像蔡市長吵架 完全都是選舉考量 說穿的就是選舉考量 而且我們再來看那個 大家一定會想 這個電動 這個太陽能電池 真的對美國影響非常非常大 因為之前就有新聞說 因為中國的太陽能 因為中國太陽能電池 全世界市占率高達八成 好 所以因為七家的關係 很多美國民眾 已經把太陽能板 拿來當籬包用 當作圍牆的竹籬包 因為我買真的竹籬包 還比較貴 我買太陽能板 還比較便宜 我還可以當太陽能電池吸電 這真的就太離譜了 美國去年新增加的 太陽能電池的這些總產量 有四分之一 是中國廠商貢獻的 是指的是在美國的中國廠商 不是中國進口過去的 因為中國一大堆 太陽能電池廠商 早就到美國去設廠了 還有光去年他們拿到十四億 十四億美金的美國政府 聯防補助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一方面補助我 一方面你又要打我 這好矛盾喔 真的是很矛盾嘛 當然中國的這個電池 汽車電池真的做得非常好 沒有錯 那你現在也加了稅了 加了第一波告訴你 先加到二十五趴 未來還要再持續加 而且不只是電池 連電池的相關原料 五通都要加 請問你美國的電動車用 誰的電池 你特斯拉車用誰的電池 你加了我的稅 那你這些車子 未來要不要反映 也是要反映成本 你也是要越賣越貴 對 那所以有人就說了 你做這件事情 那未來這些東西 要不要反映到民生物價裡 要嘛 反而是會推升 所以大家擔心會不會因此 推升通膨 那當然因為這整次 整個全部加總起來 大概是一百八十億美金的商品 所以整體算起來不算多 可是回到川普 他說什麼 如果我當選 我要把所有中國的進口商品 全部都課六十%的稅 我又查了一下 去年中國出口到美國 是跟高峰比起來有下降 但是還是有四千兩百多億美金 四千兩百多億美金 全部加六十% 我們等著看通膨 會飆到什麼地方 如果你跟著敢做這件事情 打中國大陸 自己會傷的一分鐘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那當然美國這樣打中國 中國當然也不會乖乖地被束手就擒 我一定會有對策 好 所以現在看到什麼事情 剛剛這個電動車出口 我們就就不多說了 現在中國開始做什麼事情呢 你要給我關稅是不是 那我到墨西哥設廠 我去洗產地 美墨加協議告訴你說 不管在墨西哥還是在加拿大生產的東西 都比照美國生產 我一樣可以在美國賣 輔助什麼通通都有 所以你看 比亞迪早就在墨西哥有廠了 而且太有針對性了 他推皮卡 熟悉美國車車就知道 美國人最喜歡的就是皮卡 他的創校車車種 前幾名永遠都是皮卡 結果你生產皮卡 當然比亞迪現在說 沒有沒有 我要賣的是拉丁美洲 我沒有到美國 你等著看 他要不要賣美國 好 那問題來了 在墨西哥生產的中國品牌的車子 瞎到美國去 到底算墨西哥還是算中國 對耶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拜登還沒有動作 川普又說了 全部比照中國貨 所以墨西哥來的 我也是要跟你課中稅 可是這時候墨西哥就跳腳了 因為我去查了一下 我很喜歡查資料 目前已經在墨西哥設廠的中國車 有五家公司了 現在接下來還有其他家 像極力氣車 也準備要去進去了 還有上汽也準備要到墨西哥去的 都已經跟墨西哥政府講好了 那如果如這個川普所說的 只要你墨西哥來的中國品牌 我一律都要課中稅 那墨西哥絕對跳腳 對 當初來我這邊設廠的目的 不就是要賣到你那裡去 不可能留著我自己用吧 那你全部給我課稅 不只這樣子 他現在連零組件他都要課稅 在墨西哥的各種車廠 其實高達四十 四十種品牌 除了中國車 美國自己大的特製也設廠了 還有日本車 有韓國車 有歐洲車 一堆都用中國的零組件 那你看你課稅 如果針對零組件的部分去課稅的話 那你其他日本車 韓國車也都會被影響 對 還有歐洲車 包含賓士 福士 通通都在墨西哥有場 你要不要全部都課 這很麻煩 對 那墨西哥現在是全世界 第七大的汽車出口國 我主要的出口市場 就是你中國 就是你美國 那你如果這樣子一課稅 那墨西哥絕對跳腳 不用中國講話 墨西哥就先跳腳了 那我看你怎麼辦 所以這一連串的問題 都在告訴你 回到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事情 而且這類似的事情 其實已經現在進行是 我們之前也講過 歐洲不是要針對中國車 所以你看到 中國就很聰明 我就先到歐洲 他前進匈牙利 所以我在匈牙利 我就也設廠了 寧德時代我也設廠了 所以一樣的事情 全部這邊再來玩一次 你美國要怎麼對付他 對 所以說這都是問題 而且你看中國真的 動作頻頻 在此之前 中國並沒有飛機直飛墨西哥 你看就在這幾天 宣布了我直飛墨西哥 節省很多時間 以前要轉機 超麻煩的 其實我們臺灣到墨西 對我們從臺灣到拉丁美洲 也都要轉機要很久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只要十六個小時 省了一半 表示我中國跟墨西哥 其實也是非常友好的 所以我才做的是 而且更早貨運搬機早就已經提早 就已經直飛了 所以這些事情都在告訴你 我中國跟墨西哥也是很麻煩的 你現在要修理我 然後又去修理墨西哥 你修理得了嗎 尤其你這個美墨加協議 你才剛簽幾年而已 那你做這些動作 那你接下來要怎麼辦 所以我想這一大堆的問題 我想你現在你拜登開了第一槍 可是你以為事情就到此結束嗎 更麻煩的事情還在後面 前一把動全身 所以總貴一句還是選舉的考量 中國人行他們發布了四月的金融數據 結果發現到光是四月份的單月存款 竟然一口氣又減少將近四兆人民幣 這些錢跑去哪裡 我們現在來看幾個數字 你看到前四個月 其實是有增加的 但是為什麼四月份卻減少了將近四兆人民幣 注意喔是四兆人民幣 不是臺幣 臺幣是十八兆 大家可能想說 不是要美國 中國不是說有可能要降息降準的嗎 既然要降息降準 我不是更應該趕快現在做定存 先把利率hold住 那會不會有人說 閒利息太低 所以我去其他地方存 中國利率 雖然過去有降息 但是都是降放款利率 存款利率已經很多年沒有動了 如果會發生這種事情 早在之前應該就要發生了 也就是說我錢裡的 譬如說很多人都到香港去存錢 可是沒有道理 那還有什麼原因 你裡的錢去買東西嗎 這些錢到底跑去哪裡 你說你裡的錢去買東西 那就很好 那可是我們看到的 智慧型 四月份的數據還沒有出來 三月份中國智慧型手機是 衰退 而且是連兩個月下降的 那你說買車嗎 很抱歉 四月份的車子消掉 也是衰退的 所以你到底是 買房子嘛 那就更別殺了 衰退更多了 所以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因 我個人猜 因為最近中國傳出來很多人 去銀行存的錢以後要領 領不出來 領不出來 是因為領很大筆嗎 如果說領很大筆 基於所謂的這個 怕你洗錢房治法之類的 那也就算了 可是現在就有人發現 我不過領個三五萬人民幣 我照樣領不出來 尤其是在地區性的銀行 這種事情非常非常的多 那不就告訴你有鬼嗎 之前就有一個實際的案例 有個女的去幫他姐姐領錢 他姐姐已經把所有的證件 都交給他